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张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钢宜兰2024崭新的一年 台北市大安区立委候选人苗博亚 就邀请总统蔡英文 在YouTube频道上一起制作巧克力 同时也大聊选举金 让甜蜜的滋味舒缓 选战紧绷的气氛 这里有五块是我们要把它搓圆的巧克力内心 就有点像搓汤圆一样 把它塑造成一个圆形 在甜店师傅的指导下 总统蔡英文和台北市大安区立委候选人苗博亚 一起搓着手里的巧克力 最后完成一颗颗精致甜点 总统幽默地说 卸任后美式可以考虑兼职做巧克力 这个量很难拿捏 我觉得我好像用太多了 我会尽力地把它做好 但是做不好我也觉得OK啦 本来还想跟他讲 我不做总统没事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去做part time 不敢不敢 上次你去配音那边看跳舞 你也说你不做总统之后要去跳舞 那只是选项 我没有说就是那些事 我讲话都有留意地的 一起执着巧克力的同时 两人也大聊选举经 总统也点评苗博亚的表现 政治人物的未来性 你会觉得这是你在考量 你怎么选择政治人物的其中一个因素吗 我觉得他面对政治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除了专业以外 你跟人民感受的那种那种贴近 你讲出来话他就觉得说 这就是我的感觉 对人的感觉要抓得更稳 这真的蛮困难的 因为其实我也想要陈卓跟陈文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民意代表就会选不上 所以 你还没有到陈卓跟陈文的阶段 还没到吗 你还是要锐意进取的那种 好好好 那谢谢总统 破除我心中的这个心魔 我也想要问一下于轩 人民头家你是主人 你觉得我们国家未来的立法院 会需要怎么样的人来做我们的民意代表 对我来说 一定是选择正直的人 我相信正直的人 无论如何做什么决定 他都会以这个为标的 那总统 怎么样的人适合来做 我们国家里面的监督者 很多的政治他牵涉到了 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 那你要在人民之间 维持一个平衡点 那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立委呢 他不但可以去感受人民的感觉 他也可以为这个国家的政策方向 一起来思考 所以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个政策出现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立委蜂拥而至 告诉你说 这个被基层骂了 但是他们讲完以后 有些他会讲说 但是我觉得 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坚持 一方面他表达的是人民的感觉 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理解 政府在政策上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思考 很多民众会觉得说 你做一个立法委员 你就是应该要把政府好好的监督嘛 那有时候会跟政府的意见一致 那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立委哦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观点呢 对很多民意代表来讲 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 他扮演恰如其分的角色 他必须要跟他的选民说 我就是要替你们做代言人去跟行政部门 来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讲好 对行政部门呢 如果你们谈好你也要回去帮行政部门 去说服你的群众 换句话 沟通能力要很强 表达能力也要很强 这是我们对立委他所扮演的角色里面 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你刚一直反复提到理性 可是选举经常是感性的啊 选出一个理性的立法院 现实的政治上有可能的吗 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的选民 其实他要求的更多 你对很多的事情的判断跟讲法 是不是一个理性的讲法 他不会是要求你跟他想法样 他会听你跟他讲什么 他觉得是有道理的 我希望下面讲的不会被剪掉 我也看到你在电视上讲话 我觉得你讲的说服力都蛮强的 一个好的立委必须要有一个说服的能力 还有一个感受别人的心情跟感觉的能力 这两个是重点 谢谢总统 因为我确实还需要再更加强 我感受别人的心情跟感觉的能力 这一点也不差啦 真的吗 大安区在地青年创业的知名品牌 将法式巧克力融合台湾元素 越上国际 我们其实是非常专注在做台湾风味 尽可能把台湾文化融入巧克力之中的一个巧克力品牌 今天你带来的三款的巧克力 是屏东的茉莉花 荆棘柠檬 柴烧的黑麻油 哇 黑麻油 那麻油的味道应该不太突兀 不突兀 对 基本上入口的时候 哦 这是巧克力 但是第二回的时候就出现麻油的味道 慢慢气味就会散发出来 我想请教一下雨萱 你把这样的产品啊 有曾经带到国际上面去过吗 有 他们最喜欢的一款就是这个麻油的味道 真的 他们都很惊艳 因为他们对于麻油的认知 也是都在中式料理里面 咸食才出现 那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出国学习 这实习年下来 你在国际上的客户啊 或者是其他的同业 对于台湾的认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十年前的时候去巴黎去学艺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常常跟别人介绍说 我来自台湾 他们都会说 嗯 泰国嘛 这几年他们一看到我们是台湾 他们就很惊喜 然后就会过来 不断的跟你分享说 哦 我去过台湾哪里 我喜欢台湾那什么 我们现在讲上架台湾 其实很多人每天在做的就是在上架台湾 从进军国际的巧克力 谈到把台湾上架国际 苗波亚提问总统有认真在做上架台湾的事吗 蔡英文总统给予正面回应很认真的在做 要让台湾给人一种平稳厚实的感觉 说到印象派画家墨内 马奈 范国等大师的名画可说是无人不小 在华山文创园区展出的印象派150周年光影艺术展就邀请到欧洲金奖团队来制作以最新的科技还原油画的文理笔触与层次 观众不但能够近距离观赏巨幅墨内立体的还原画外更可以亲手触摸来感受 印象派大师墨内的油画运用现代科技让名画动了起来 还有透过AI技术生动的还原范古字数升平 1874年印象派大师墨内的印象日出在巴黎独立展览中首次展出 掀起艺术史上的革新浪潮 印象派150周年光影艺术展结合经典画作与现代科技 让观者用不同的角度感受印象派画作的艺术之美 前两年我们举办了会动的文艺复兴 创造了一些不一样的展览内容之外 我们这次特别利用印象派150周年 我们打造了更不一样的这个诚信式的体验 包括我们打造了一个可以媲美欧洲博物馆的一个画廊 那第二个展区呢我们是把巴黎的歌剧院用同样的造景 用光影的方式来呈现 第四区呢更特别我们打造了一个直径15公尺 高度4米540度的沉浸式的投影 这个构想呢是来自于巴黎的环形这个菊原美术馆 菊原美术馆里面就是把末内的画作整个用环形来表现 我们这次特别达到这样一个空间 应该是台湾第一次这样子举办的 印象派画作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强调光跟影的变化 捕捉光影变化的美感 那用沉浸式体验呢可以更好地把这样的特色表现出来 同时呢经过会动的这样子动画的一个处理 可以让观众呢更沉浸在里面 尤其是对画作不是很熟悉的人 他看到这样的题材他更容易融入其中 展览分成四大展区 第一展区黄金印象 以图片影片圆寸仿真画作 及AI还原范古等多元方式 带领观众认识最具代表性的画作画家 第二展区花都风情 重现巴黎各剧院的光影剧场 由马奈 窦佳 雷诺瓦等画家 将当时的生活百态一一入化 第三展区光影之舞 将印象派光影元素在巨大的进屋中 如梦似幻地展现出来 第四展区四季之歌 观众将在仿造巴黎菊原美术馆的圆形展厅中 透过沉浸式的体验 感受名画中美丽的季节与景色 我们这次的内容是跟欧洲的内容商合作 我们跟36个博物馆美术馆分别取得 200多张印象派名作的授权 再把这些画作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可以讲说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欧洲人对印象派的理解 其实是比我们深入的 所以包括在光影的应用 在动画的应用 在音乐的应用 还有我们场地空间的一个设计上面 应该都有很独套的 这个不一样的 跟过去展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应该是可以让大家 得到这个耳熟共享 这样的一个体验的 雖然是用四个不一样的主题 下去去给大家做介绍 但同时也是希望 用这样四个不同的呈现方式来去呈现 我们在印象派时期里面 每一位大师的诸多画作以及诸多作品 首先第一个是想要介绍我们的展览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 因为印象派这个主题 它其实不是很常见的 那我们印象派150周年 首先第一次 我们分成了四个大的主题 第一个大的主题 将会是以黄金印象为一个主题 用我们的复制化 也用我们的影片下去去 1比1的还原每一个画作 不管是我们的范古 莫内 雷诺瓦 秀拉等等的印象派的画作 都会在我们第一个展区下去做呈现 那它其实看完了之后 也发现我们的策展模式 其实非常像是我们欧洲所有的博物馆 美术馆所呈现的方式 第三区的部分 我们的主题叫做光影之舞 它主要表达的 其实是以范古为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点 那大家也知道范古的画作 其实都是偏向于很像是一个梦幻的情景 当梦最后醒来了 就会是进入到我们第四区了 第四区将会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主轴 会是一个环形的童影 以一个圆形的模式 下去去表达印象派所有的画作 那我们最后就是希望大家 在参展的时候可以坐下 或是说用你自己喜欢的参展方式 下去去做参展 让你自己也活在这一个画作里面 让你自己可以真正的沉浸在 这个沉浸式展览里面 3 2 1 请节目 展览还特别制作一幅高4公尺 宽5公尺的立体还原画致敬墨内连池 以最新科技还原展现墨内画连的 油画纹理 笔触与层次 不仅可以观赏 也可以用触摸来体验画作 我们认为呢 艺术是要大家都能够耳熟共赏的 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些朋友 因为生理的限制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艺术之美 特别是视障的朋友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国内的一家 高科技的艺术公司合作 用高度还原的立体画作的一个方式 打造了一个高4公尺 宽5公尺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巨幅的画作 可以让观众近距离的看到 这个油画里面的这些纹理之外呢 你还可以伸手去触摸 尤其对视障的朋友 他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跟那个厚度 他有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推动这样的 艺术平权的事情 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艺术之美 印象派150周年光影艺术展 即日起在华山文创园区 展出至2024年4月7日 邀请观众穿越时空 体验画家捕捉刹那及永恒的感动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目前传出了一起抢案 王姓嫌犯在网路上假装要买高价名表 到店里圈了表框后 却以辣椒喷雾喷向店员企图抢劫 警方获报后火速赶到现场 全案依强盗罪嫌 将两名嫌犯移送法办 画面上嫌犯看完表后 假装要上厕所 却突然朝店员喷辣椒喷雾气土刑抢 这起抢案发生在台北市新医区 这名王姓嫌犯在网路上假装要买高价名表 与店家约定到店里查看表框 却趁机刑抢 幸好有热心民众合力将抢匪压制在地 线上警网也火速赶到现场 将嫌犯当场逮捕 经初步了解案情后 即与上铐代反所侦办 经查为王姓犯嫌日前于网路上 扬称购买高价手表 约定于29日14时至该店确认表框 过程中假借如册 起身拿取浴藏辣椒喷雾气 朝店员脸部喷洒 并推倒店员脱逃 经店内客人及周遭邻居 闻声帮忙压制犯嫌 警方线上警力亦赶顶现场 将犯嫌上铐逮捕 警方深入追查 发现还有一名接应共犯 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在苗栗县 将这一名洪姓共犯逮捕 导案 令警方深入追查 查有一名接应共犯在逃 经分析调阅各项资料 于30日凌晨20许 于苗栗县造桥乡雪府路 查获同案洪姓犯嫌 讯后两名嫌犯被依强盗罪嫌移送法办 新一分局方面表示 针对不法犯罪行为 将持续展现强势扫荡作为 在岁末年终之际 有效保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琴腾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 环境部与交通部合作 解决机车改装乱象的问题 推动改装排气管认证制度 从113年开始实施新制 机车改装造成交通乱象 也凸显噪音扰民 为了从源头解决机车改装排气管 产生噪音问题 环境部与交通部 共同推动改装排气管认证制度 该官者需要通过噪音检测 并且至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 未来一年缓冲期间 可以免费到地方环保局 或噪音实验室检测 2025年正式上路后就需付费检测 未使用认证且检测不合格者 最高发5400元 如果没有取号 那我们现场检测又不合格的时候 那我们就直接告发 照目前的照应法规来告发 那未来在114年1月1号 环通期过了之后 民众如果有改装的话 就必须要自行委托 这个认可的实验室 就是国安院认可的实验室 来进行检测之后 然后再送册 然后再取得编号去办理登记 那路边拦查处理的话 未来就是如果有路边拦查 没有认证的 那我们同胞交通部这边 来给予 就是依照 道路安全交通条例里面 来处罚 另外一个呢 在检测不合格 就是如果照应解释不合格 它是有力告发 就是在改装的这部分 好 所以大概 大体上我们大概 就是 重点是抓草 不抓改 那如果改装呢 必须要登记 机车排气管照应 这件事情 在末端的公路电影机关 办理变更登记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做个说明 那就是像剛剛张市长所报告的 依照院里面指示 我们配合环境部 这边推动这个 机车排气管 照应认证的这个制度 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果 所以我们就 配合修正 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 附件事务的规定 那 机车排气管 现在是可以变更的项目 不过它只需要符合 我们交通部安全的要求 就是要有相关的防烫盖 还有那个出口 出口必须在后方 而且它的出口角度 必须要水平或往下 不能够有颜色的这样子的情形 那 配合环境部 这个机车排气管认证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在今年的10月份 预告修正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以后 如果要变更机车排气管的话 除了要符合 刚刚所说的 防烫盖 出口角度 跟出口的这个 在后方这样的规定之外呢 必须 从114年开始 会列入定期检验的项目 改双排气管 必须要使用 经过环境部噪音管制认证 而且是可以 符合原本这个车辆的排气管 那在114年正式上路 列入定期检验项目之前 就像刚刚市长所说 我们会给一个 一年的缓通时间 那如果提前来办理相关的 一个变更的话呢 是可以不用付相关的一些 那大概就是我们目前 法规修正的一个进度 那这样子的造物专安全法规 我们现在已经跟 内政部在进行相关的 会型作业当中 我们应该 明年就会开始来认证上路 好那再来 变更登记的部分的话呢 就像刚刚市长所说明的 排气管这边 源头这边 会有相关的登记管制 然后会 在合格 噪音合格的排气管 上面会有相关的一些 烙碼 或是一些 合格编证的资料 那这样子 从这样子的产品 的改装 之后呢 到现在机关来 我们就不得 依照规定办理相关的 变更的这个登记 那在办理变更登记的时候呢 就是会有 相关的证件 就是跟我们一般 变更的程序性 就是备妥相关的 证实照 强制性责任保险的一个证明 然后相关的一些证明文件 之后呢 114年之后呢 你来变更的时候呢 就必须 还要提供这个 合法业者提供的 加改装的这个 同一发票 那为了加速大家 在这个 法规实施之前 提早来办理变更 或者我们也考虑到 说有些民众的变更 可能已经发生在 比较早之前 那要取 那不像新改装的人 他可能很容易取得 发票 所以我们在法规里面 也允许说 在113年12月31日之前 那如果你是这样改装的人 车主的呼喚的话 来办理变更更接收 是可以不用减去同一发票的 我们在过去针对这个 机车 有机动车辆的这个噪音呢 做了一系列 我们用声音照相来找出这种高噪音 影响安宁的这个事件 那我们发现呢 有一些机车 或者是 就是有透过这个排气管呢 不当的改装之后造成高噪音的事件 所以我们这一次推出 就是说 如果改装的话 你必须要 再透过我们一个 噪音的认证之后 然后到这个监理站 办理登记 那这样才能够保护 整个噪音的这个情形 才能够确保 那目前的做法就是 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 那我们有一年的缓冲期 114年1月1号开始 会有开罚的这个规定 那明年度呢 我们环保单位 环保局这边特别 提供贴心的服务 就是让 已经改装的 还没有 就是没有测试过的 就使用的这个排气管呢 不是经过环境部 认证的这个排气管的呢 特别可以到环保局 就近到环保局这边 来登记 要做测试 那因为测试呢 我们会 网站上面会让 需要的车主呢 他可以选择 他就近的这个环保局测试 也就是说你在 台中呢 你可以 因为车子可能 有可能在台北 那你可以在台北 就近来进行测试 那我们有一年的 这个服务期间 不收费 现行并未文明规定 禁止排气改装 仅有规定 排气角度 加装防摊盖 且不需登记 新至明年元月起实施 将规范 机车噪音及排气角度 改装车未经认证者 依道路交通条例 会处900到1800元罚款 目前以管制 机车改装为主 政策上路后 会观察实施情况 滚动式研议 是否也拿入 汽车管制 对新至障碍者来说 绘画是一种艺术辅僚 第一社福基金会 在台北市议会一楼 文化艺朗 举办以画对画公益画展 用艺术表现 童心宝贝丰富的情感世界 停在雪人鼻尖上的小鸟 还有掉牙的猩猩 充满童趣的画作 让人看见 新至障碍者丰富的想象力 第一社福基金会 大力推动艺术辅僚活动 帮助心智障碍者抒发压力 满足多元感官刺激需求 与表达感觉情绪 也期望透过画作 与大众交流 小鸟在吃雪人 因为雪人 牠的鼻子很长 鼻子很长 牠鼻子是用什么做的 用红萝卜 红萝卜 所以小鸟去吃红萝卜 对啊 那怎么会想要画这个 因为老师教的 那你觉得画画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那为什么欣欣要掉牙 蛀牙了 所以她的牙是蛀掉的 对 那你有没有 那她蛀掉牙的时候 她的表情是你自己想的 对 那颜色怎么 你怎么会想要涂这些颜色 老师教的 那你觉得画画好不好玩 好玩 哪里好玩 可以让我开心 第一社服执行长张金伦表示 很多心智障碍者有沟通上的困难 虽然辅去可以帮助他们 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世界 就可以透过美术活动进行抒发 我们基金会其实有外聘美术老师 那美术老师会依据各中心 我们总共有八个成人中心 都有参与这一次的画展 那我们从各中心挑出一些很优秀的作品 来参加这一次的展览 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也可以再办这样子一个大型的画展 让大家的画作都有机会呈现出来 我们目前有66幅的话 今天就是展示在市议会 因为心智障碍者 就是因为他们的脑机体受损 所以造成他们可能在认知沟通 或者是动作协调能力上面 都没有非常的好 那美术辅寮这样的一个介入呢 其实除了认知 然后也让他们有机会 有一些动作精细动作的训练 然后同时又可以达到抒发情绪沟通 还有感官的一些辅助的疗愈的效果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元的辅疗方式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所有的心智障碍者 都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美术课程 同时他们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发现自己很棒的地方 可以完成一副作品 所以其实这对他们来讲 除了让他们有情绪稳定 然后抒发情绪 然后表达沟通都有很大的效益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也出席支持同心宝贝的画展 并感谢第一社福 在照顾心智障碍者上的专业服务 那到现在为止 他不只是在从原本早疗到我们现在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居住的部分 所以就比较旧疗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 他在就业会更是花很大的心力 包括说在一些工作技能的训练 还有他们就业的一些相关的安排 反正自己也都有相关的 我记得了我 去工厂的部分 所以呢 事实上的第一岁 对机会是做的非常多 以画对画公益画展 在台北市议会一楼文化一郎展出至12月13日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感受同心宝贝们丰富的情感世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立委高嘉瑜和南港区新西里狐狸长指出 为在南港路三段的大型开发案 原本预计要回馈7000坪 结果全变办公室 希望市府能够重新检讨分配 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里内活动场所 位于桥下寒洞空间 噪音漏水状况严重 甚至被驱公所认定危险建物 里长胡佳阳指出 国产水泥基地透过都市更新 由工业地转为特商用地 回馈了10层楼总共近7000坪给市府 市值超过100亿 但市府竟然连一坪都没有拿来 规划设宅或任何工艺空间 连一个像样的里民活动中心都没有 7000坪全都给卫生局做新办公室 这块土地是透过都市更新 回馈给市府的 但是市府却不自己来做一个实施者 如果自己做实施者的话 就可以不用跟建商分 就像我们隔壁的小湾设宅一样 整片地整洞盖完就是纯色宅 不用分给人家 所以呢 我们的市政府是选择了一个最便宜行事的方式 来跟建商分 这个事实上是有独立之嫌的 那现在呢 把我们的市府分回了7000坪的楼地板面积 但是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地方跟各局处的沟通 就全部把7000坪送给卫生局当做全新的豪华办公室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卫生局 办公室的那个示意图 那我们质疑的问题是说 卫生局现在不是没有办公室啊 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跟市长同一栋的市政大楼里面 那你究竟为什么需要7000坪的楼地板面积 而且呢 一瓶都不愿意退让出来做任何的公益设施 包含是设斩也好 公佑公托也好 日照或是区民活动中心的完全不愿意协商 里长表示此案在103年的公办公厅会简报中 明明写北市府分回的土地 除了供卫生局做办公室外 还有预计规划南港区健康活力圆区 集中既旗照护区等医疗卫生机关设施 更清楚写道德工本府公营住宅使用 想不到如今竟将7000坪通通都给卫生局 立委高嘉瑜也表示 早在今年4月时 他就接获席行李明 陈晴及里长反映此案 为此还特别召开协调会 当时与会的卫生局代表竟然是一问三不知 连一层楼的李明活动中心 一层楼的公佑公托 李明所最需要的甚至长照 甚至我们南港健康的一个乐活的中心 都不愿意给我们的民众 大家质疑的是 这样子的一栋大楼 应该要做公益 应该要回馈给公共使用 在当初都审 在当初讨论的时候 也承诺说会来做公共发展的空间 现在是连一层楼都没有 甚至在当初的公厅会 只开过了一次一次只有八个人来参加 这样的公厅会敷衍了事 这样子的一个决策过程 背后是有什么样官商勾结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会要从监察院必须要来调查 这一次这个回馈的案子呢 不仅让人觉得怎么用最低空飞过最低标准 这个40.5%就直接让他通过 而且竟然参与合建的 照理说身为地主的事故 应该要分的比较多 可是呢没有想到参与这个盖房子的 这个起造人竟然分配的比例 跟我们一般合建的照理说建方要分配的比例比较少 明显不符合逻辑 确实有这个官商勾结的嫌疑 而且重点是这个案子从同到尾 公厅会居然只开一次只有八个人参加 然后就这样子通过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也在这边呼吁就是这个市政府卫生局 不应该阿把独享这个七千坪的这个楼底板面积 其实卫生局目前过去的这个时间上 其实是市府经过讨论之后给卫生局 那卫生局目前的一个状态是 我们有一些照管中心群在府外的单位 它目前是在租用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有其他单位现在是借用其他机关在使用 所以过去的一个规划就是这些府外的单位 还有我们现在因应我们长期照顾十年的一个照顾计划 那还有一个强化我们心理卫生的一个 社会安全网的一个照顾计划 所以未来在118年的部分 已经评估可以预期已经会新增增加的一些员工数 已经会达到一个某一个程度 所以在这个多重的考量之下 所以我们已经评估在这个需求上 我们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府外单位都需要这样的空间 那我们也盘点了一下这个所在的基地 是这个南港高中的国中部 那虽然目前呢是已经有这个三个给长辈的这个日照中心 那我们也考量说 因为未来这个附近都更的案子很多 会有这个不管是住户还是上班大楼 那只要是这个就是这个上班或是住家多的地方呢 会有这个送长辈到日拖或者是这个拖婴 因为目前是在这个小湾社宅 还有玉城国小 我们有小的公拖 那未来呢 因应这个会有更多的人进到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也评估说 如果这个都更会有机会争取的话 我们会来规划一个拖婴跟给长辈的日照 那目前就是说相关的需求 其实里长这边提出之后 我们都有提到市值的资产工具整合会议去做一个处理的 如果相关的有关设宅的空间 或者相关里内的有空地或者新建的空间 我们都有提出这样的需求 就是看之后有没有处计 这边就做协调每一个适当多年做的 那这个区域我们也的确挺估 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如果就是西新里这边 有机会有类似的基地开发的话 我们都会配合参加 所以他历经的这个欧隆斌市长 还有贺文哲市长一直到现在 那当初的讨论是 供电商的这个案子呢 他要回馈40.5的这个土地 那其中呢包括一些可建地公园 还有道路的用地 那可建地的这个用地 因为既然要捐赠给市政府 所以当时在土方的讨论的时候 就还点给这个卫生局来做使用 所以这个背景是在 103年到104年的那个时间点 那至于这个 因为这个案子的开发 他是由都市更新 所以呢 这个开发的模式是 国产实业回馈可建土地给市政府 之后呢 我们跟国产实业一起来做这个都市更新 那因为一些财务上的考量 所以呢 我们就是跟这个国产实业一起来核建 然后来分成 也就是说盖这栋大楼的时候 这个所有新建大楼的这个营建成本 营造成本 还有甚至这个管销的成本 这些就是由国产实业来出这个资金 那这个资金的部分呢 我们是政府盖出来的东西 按照我们更新后的一些分配的这个全职呢 我们拿这个房地来做底部 那至于这个如何的计算 这个成本如何计算 这个在都市更新的事业计划 跟全变换计划里面 这个核定的内容都在于 那这个成本的提列都是按照 标准的提列成本来提列 那怎么样去做底部呢 这个也有估价师来估 我们盖出来新建成本的这个 这个市价 然后来做这个底部 这个是在 事业跟全力变换计划里面有展移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市府呢 没有负担这个相关的新建成本 跟管销成本 那用这个楼层去底部给国产实业 里长说 今年六月 里长有约会议 就有向蒋湾市长陈勤 市长当时表示会来了解 但如今给的回应却一样 现在只要求 阿爸市鲁 还我圣来 阿爸市鲁 还我圣来 阿爸市鲁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疫情之后 内需商机爆发 不少行业都面临缺工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多数的企业对于第四季的业绩 依然保守 哈啰 23岁的佩佩 两年前开始在购物平台带货销售 一天开播两小时 月休十天 每月平均就有五六万的收入 而原先她在餐饮业工读长达五年 不仅薪水低 甚至确诊还被要求上班 让她决定逃离餐饮业 原本就是在餐饮业大概工作了五年 都是打工这样子 然后其实一直就是以兼职 然后再加上可能晚上就是假日直播 对但是后来就是 毕业之后就觉得说 福利好像越来越差了 就其实几年前刚进餐饮业的时候 好像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有一次就是确诊上班 就是已经前一天跟那个主管先说过 欸我好像有确诊 然后隔天就是早上确定有验出就是两条线 然后也有跟主管说 欸我今天真的确诊不太舒服 然后但是被漠视 就大概硬撑了四个小时 我一直中间一直不断的重复说 欸我真的不太舒服可以下班吗 那但是一直被忽视这样 对直到最后就是真的受不了 然后她才愿意让我下班 对然后觉得哇那餐饮业福利竟然这么差 那我不如就是认真直播 搞不好还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也比较轻松一点这样 现年25岁的李小姐从高中到大学 都在五星级饭店服务 月收入三万五左右 跳槽到私人会所担任领班 月收入近四万 但入职后发现底薪低 都得靠奖金垫高 让她决定离职打算重返饭店业 饭店业的薪资结构的话 像是我实领可能三万八 那我的就是加班费年终奖金 都是以三万八去计算 那其实外面有一些餐饮业的话 可能我实领三万八 但是我的底薪是两万五 然后跌跌了一万多块的奖金 那我的加班费或是年终奖金都是以 就是那两万我去做计算 等于我的日薪不到一千元 那如果我是 不管我是在饭店移工读的身份 还是我用饭店正职的话 怎么算都是比较划算的 而且饭店可以享受免费的福利 就是像是公餐还有住宿优惠 甚至我是带一些比较大型的 国际集团酒店 那我去国外的集团的酒店的话 住宿一样同享那些员工的福利 再加上其实现在外面的餐饮业的 时薪都是开达至少有200 我观察就是有200到280 这么高的就是Range 那如果我是以公读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平均下一个月 如果认真打工的话 其实4万元不是问题 所以我就是决定 从我过去的那个 私人招待所的工作离职 原本在美妆公司 担任平面设计师的尤小姐 负责产品开发设计 文轩制作 工作非常忙碌 但因为公司规模不大 未来调薪或升迁机会不多 让她就算放弃年中也要辞职 未来计划靠设计专厂来接案 公司就是近期转型 那我们会改变我们目标客户 然后可是公司的人力是 没有增加 他有点减少的趋势这样子 就是之前有一个 有一个行政小姐她也是 就迟迟 然后所以人力是减少的 然后目标客户有改变 那这样子的话 业务量就会增加蛮多的 对然后 所以我现在就想说 以像我那个表姐的方式 她现在是就是跟 算是短期工作人力 然后长期配合 那他们会接很多不同的案子 我觉得在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也会增加人脉 那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年纪来说 增加人脉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考量 对所以原本的公司 因为规模比较小 然后也没有升迁的机会 所以我就想说 可以转战这个 使用兼职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增加不同的人脉 然后再来想说 看之后要找什么类型的工作 人力银行公关经理 曾仲威表示 由于第四季接近年底 上班族要等着 领年中分红 一直以来都是整年度中 增彩意愿较低的时段 但今年一反常态 有高达八成七的企业 开掘增彩 创下十年来 第四季增彩比例的新高 十岁进入到第四季 根据我们人力银行的调查 发现只有一成 不到一成的企业 是看好Q4的景气 有五成以上的企业认为 今年Q4的景气 明显不如以往 那目前呢 在这个职缺数的部分 最缺工的产业 排名第一名的 就是餐饮旅宿业了 接下来是一般服务业 再来是资讯科技业 那探究缺工的原因 我们会发现 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呢 就是因为少子化的原因 所以导致很多企业的 基层能力出现了断层 那第二个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 年轻人的求职意向改变了 他们不太愿意 再做以往正职 朝九晚五 可能要被绑在 办公室里面的工作 反而宁愿追求 更弹性的工时 多间几份差 也希望可以达到 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虽然大部分的企业 是看衰第四季的景气 但是还是有 超过八成七的企业 愿意在第四季的时候 开缺真才 这也创下了十年来的新高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他们主要是希望 可以补足之前流失的人力 其次呢 才是公司的例行性真才 以及业务量增加 还有旺季需求等等 至于哪些产业在来年 加薪的可能性最高 调查分析显示 全面调薪占比最高的产业 就是餐饮旅宿业 以及一般服务业 也反映出两个产业 人才难求的现状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重视动物福利已经是全球的共识 台北市政府鼓励市民支持 动物友善农产品 许多通路的卖场 工艺商与业者餐厅都以声作则 分享使用动物友善的食材 制成的美味料理与产品 虽然都是鸡蛋 但实际营养大不相同 主厨洪招盛说明 友善饲养母鸡的蛋壳 明显较为健康 教导民众如何挑选健康新鲜的鸡蛋 我想我们主要是在推动 下一代的饮食改革 从国中小学的营养午餐 一路到大学的学生餐厅改造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们这些优秀的大学孩子们 都不了解食物的价值 然后我们的学校 以及社会的观感还在推动 学校里面就是学个短话就好 这样子的错误的饮食价值观的话 那离开大学以后 下一次有人教我们的孩子吃饭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医生了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认为学校的饮食应该 可以有系统性的 然后有方法论的来去做改变 那因此我们就把政治大学的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实验餐厅 在政治大学的行政大楼 那这个实验餐厅在做的事情 有几个 第一个我们推广 动物福利 土地友善 跟生态永续的食材 我们把它融合在餐点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透过办一些活动 或支持学生办一些活动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食物可以这么的美好 然后让他们有机会 这是很棒的cheese 这是很棒的鸡蛋做出来的料理 透过他们先喜欢这些食物 然后认识到说 这些食物其实背后有这样子的故事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你看那个很便宜的鸡蛋 用手指头一敲它就破掉了 那个就是在 关在一个A4的笼子里面 养出来的这种笼式的蛋鸡 而你看看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鸡蛋 它的蛋壳如此的坚硬 然后我们告诉他们说 蛋壳的薄与硬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在于 这是母鸡保护它的孩子 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盾牌 但如果它的身体不健康 它就没有办法给予它的孩子 很充分的保育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让孩子知道 所以以后我们也走去这个超市买鸡蛋 走去加勒服买鸡蛋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不应该为了省这两块钱 省三三块钱 而选择一个母鸡没有办法 生出很好品质的蛋 然后我们吃下去也是这个 体弱多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蛋 台北市政府宣导动物友善农产品 也鼓励市民支持动物友善消费 邀请响应的通路卖场 供应商与业者餐厅一同来推广 齐心展现尊重动物决心 台北市我们首创全国之先 推动动物友善的福利农产品 今天是一个推动集成会 我要谢谢我们所有 在这当中参与推动的每一位伙伴 以及我们产业局大力的协助 让我们今天能够正式的对外宣布 我们台北市能够倡议 这个动物友善的农产品 其实病毒的圣雄甘地 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的 他说一个国家的道德程度 以及文明程度 是看这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方式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们台北市既然身为首山之族 我们一定要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所以当我们谈到动物保护 宠物友善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得更多 更进一步 落实在日常的生活 甚至让我们的孩子 下一代有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 所以这一次我们结合了这么多的企业 餐厅 伙伴 大家一起互相胜去 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能够共同来支持这样的倡议 另一方面 我们不只创全国之先 我们同样的 在台北市 我们除了今年上半年 我们透过各项 宠物友善的政策 捡运专车 国公园等等 以及搭配各项的生命教育 在校园当中开始散播开来 那另一方面 其实很重要 我也在这边正式宣布 从下个学期开始 台北市 我们从国小 国中 高中 都会吃到一次 动物友善的福利蛋 而且 谢谢 为导物 生命教育 食农教育 让孩子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在台北市 认识到 动物福利 动物友善 目前 台湾生产鸡蛋鸡 也是我们生产鸡蛋的 鸽子龙母鸡的处境 它们一辈子被关在 小小的龙子里面 三到四只母鸡 就被塞在 不到A四只张大小的龙子里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跟我们的孩子说 因为我们要吃廉价的便宜的鸡蛋 所以我们得这样残越母鸡的身形 好 那这件事情涉及什么 还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人类的永续 大家知道COVID-19 现在看起来好像稍微缓和了一点 但是还有一支病毒 其实一直虎视眈眈 就是禽流感 禽流感一直在变硬 它的碱基就 H11 H7N9 H5N8 它一直在变 它为什么可以一直变 因为我们把母鸡 制造成一个病莫的灾体 我们让它们完全没有办法 维护自己的健康 能够让它们抵抗自己疾病的能力 所以我想今天 我觉得市长跟采发局能够引领一个首 我们成为真的是台北市是一个领头羊 能够率先举办这一场记者会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谢谢 所以我要期许市长 刚刚看到格子龙的这个淡季 我们要如何告诉孩子 什么是生命教育 什么是食用教育 所以日本政府其实宣布 他们的所有的会议餐食 一律用飞龙式鸡蛋 所以市长我很期待我们台北市 所有的餐食 因为我本身是动物保护咨询委员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有餐盒 未来这个餐盒 能不能够其实勾引的是飞龙式鸡蛋 其次是我们学童的营养物餐 我也很希望市长 能够有一个更清楚明确的政策 市长一句话 绝对可以带动我们其他城乡的产业的转型 民众支持友善序幕 可以透过购买友善动物认证标章的产品 用吃的方式来支持重视动物福利的餐饮企业 也鼓励从事序幕的生产者 转型并优化符合经济动物天性的友善饲养环境 记者温文郡台北报道 机房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食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基隆市港道路安全联席会报中 交通处宣布基隆荣获金安奖的殊荣 市府团队也将持续努力 让基隆的道路交通更加安全顺畅 画面上是基隆市港道路安全联席会报 112年第12次会议 由市府各单位专家学者议会顾问 港务分公司 监理站 高工局 公路局等单位参加会议 每月定期检讨道路交通安全执行事项 以降低事故维护道路安全 主持人交通处处长王俊宏说 在中央及市府相关单位跨域合作共同努力下 112年考评院班道路交通秩序 与交通安全改进方案 基隆荣获金安奖的殊荣 那谢市长上任以后非常注重 我们道路安全以及我们行人友善 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 受班交通部一个金安奖的部分 我们也是卓越奖獲得第一名 以及其他包括我们警察同仁执行的部分 以及我们管考的部分成绩都非常好 在重大一个交通政策的部分 包括我们目前市长在推动一个友善行人 绿斑马以及我们公共运输包括 120月票288一个月票的部分 那市民都非常肯定 由于市长谢果良相当重视交通安全 并致力打造友善的交通环境 交通处说也将持续精进各项交通措施 包括现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红线 我们要把它调整局部做黄线这个政策 也是非常多的一个不管是计程车 我们的好朋友或是市民好朋友 在停车临艇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那另外市长也特别关心 我们七个区未来一个行人友善一个绿斑马 以及行人专用实相一个推动 经费我们也增加会持续来推动 那另外我们市政府 针对288的部分 会持续来结合相关一个政策 那落实让这个运输能量 让使用的民众能更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卫福部基隆医院召开记者会指出 现在治疗头痛或是偏头痛 经过专业医师检查评估后 也可以施打漏毒感菌 效果相当不错 不过一次一轮 就需要在头部及肩膀 共施打31针 卫福部基隆医院副院长陈伟达 以及神经科医师廖彦辉表示 不少人都有头痛或是偏头痛的问题 有时候痛起来还真的要人命 一般来说每个月痛4天以下 可以用止痛药物来处理 如果每个月头痛超过4天以上 就建议搭配预防性的药物 或是从根本治疗不让头痛发生 而慢性偏头痛指的是 每个月头痛天数超过15天 因此廖彦辉医师指出 现在治疗头痛或是偏头痛 不只是吃药而已 病患经过专业医师检查评估后 也可以施打肉毒杆菌素 效果相当不错 原则上也没有特殊限制 基本上只要符合的状况 大家都可以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很上荷包 它真的是蛮贵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健保险核上面 会比较严格的原因 所以它一定要病人配合做日记 至少做到三个月以上才有办法 另外的话 也要确定就是我们的预防用药 至少用到三种以上 确定没有效之后 健保才会给付 这样子 那给付也不是就是 一直这样给付下去 它就是大概一年半之后 会要休息 它会强迫你休息半年 这样子 然后才可以再继续申请下一轮 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它的给付条件上会蛮复杂的 这样子 那至于说 有什么样的病人是不能用的话 目前其实并没有说 特别说哪一类的病人不能用 只要基本上符合慢性头痛的诊断的话 咒读杆菌树 因为它只是一个大的部分 所以相较之下 是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的 那单株抗体 目前的话 也是有一样的规范 去做处理 健保的申请也是 那目前的话 单株抗体 唯一有听到比较有影响的副作用 应该是便秘吧 不过也都是小问题而已 并不是 当然 所以就是目前的话 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经济针 所以一定不能用的部分 这样子 虽然没有特殊限制 不过廖彦辉医生指出 施打肉毒感菌素 治疗头痛 或是偏头痛 一次一轮就需要在头部 以及肩膀总共施打31针 有时候三个月后 需要再打第二轮 效果会更好 而打针的地方 从示意图来看 也有点像是中医的针灸 两种其实都蛮有效的 那因为肝猪抗体 它打的是三个月一次 它是每个月都要打 这样子 所以它会需要 病人比较频繁的过来 这样子 那但是肉毒感菌的话 它是一次就可以 一次只要三个月打一次就好 但它一次就要打31针 所以有时候要看就是 对 一次要打31针 所以有时候要看就是病人 它对疼痛的耐受度啊 或者是它有没有办法接受 会不会害怕啊 这样的状况去做处理 这样子 要打到上面 是固定的位置 那位置的话 就是我刚刚有 有秀的那个图 刚刚有秀的这个图 这样子 各个点 就像穴道一样 每个点都要打一针 这样子 可是三十一针 这边没有三十一个穴道 有有有有 这样有这样 就总够 对 总够 对 全部加起来三十一针 非常的多 对 那 有些病人是觉得这样子 会打起来是 蛮 有那种就是中医的感觉的啦 就是找穴道去打的那种感觉 那 其实这点蛮有趣的 因为这些 这些点 有时候去对一些 那个中医的穴位 他们也会发现 的确是跟某些穴道是有关系的 调研会医师进一步表示 肉毒感菌素 以往大都运用在医美上 民国109年开始 健保给付 肉毒感菌素 可以用在慢性偏头痛的预防治疗 另外也可以采用 单株抗体的注射治疗 来改善头痛 及偏头痛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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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NOK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